上月,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宣布,委员会决议遵习近平外交思想为闺念 而习近平的外交思想,最近几个月更发挥得淋漓尽致 5月初,中共与多名尼加建交,会议31亿美元,筹谢多名尼加与台湾决绝 6月,上海合作组织会于青岛,习近平许诺设立专项贷款300亿元人民币,做其他7个成员国的及时雨 7月,北京人民大会堂中阿合作论坛上,他又宣布设立专项贷款200亿美元,协助阿拉伯国家 顺便又许以10亿元人民币供维护社会稳定建设,并再给巴勒斯坦1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而习近平亦由魏族,远赴非洲送钱财,小如送卢旺达12000多万美元,供修筑公路,多如送南非147亿美元,供促进 白夜,其间南亚岛国斯里兰卡总统希里塞纳突然兴奋宣布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赠我国20亿元人民币,而且任我调度 习近平做了外国的开库观音 宋朝王安时有一首河北民,河北民,升进二边接连契丹,西夏两国的边境长苦心 家家养子学耕之,书与官家是一笛,当时宋朝南敌契丹,西夏,唯有求和,许契丹每年银10万两 卷20万匹,又许西夏每年银,起,卷,查25万5千,王安时有感,为百姓座不平民 不过,宋君臣其实绝不甘心事已敌 有一年,西夏国主李德明上表,请宋氏赠诉100万壶 真宗与朝臣商议,或主张将赵则则之,宰相王诞却要叫李德明知会,请真宗下赵说,拒速百万余经师,其浅重来取 李德明奉赵,大惨,不敢,请宋史记事本末卷14,21,30 统治者不是丧心,怎会用国民高血有如泥沙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谈到给巴勒斯坦之援助,说不能叫巴勒斯坦人民失去希望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谈到赠斯里兰卡之巨款,说是要造福斯里兰卡人民 习近平既然要做天下救主,中国13亿建民说不得就要牺牲小我 所以,7月17日,江苏徐州传来一则小新闻,一个孕妇郎妾萧条,不能入医院待产,两天没饭吃,还被迷信房东赶到户外分娩 月前,广东高州也传来一则小新闻,男婴朱伟豪患脑机水间脑流,父母负担不起手术费,只能看着孩子日日病痛煎熬,在家等待死亡 同时,安徽陆安是几十名教师,过去一年不获支付薪水,像是政府请愿,却被 关保以老权,所以手铐,说他们不听从劝导,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中国万万千千这样的小新闻,编织起来,就是习近平的伟大外交思想 王安时有幸不生于今日,否则写河北民就可判处十年监禁 2016年,吉林严吉市少年权平身穿习特勒大撒币T恤上班,于是罪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,被公安抓去,至今杳无消息 习近平说,外交大权,党中央要牢牢掌握 古德铭专栏作家苹果日报FB,每日分享精犬新闻及网络新鲜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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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